This is me 说到这个骑马的戏 就是像七郎每一位都要学骑马 因为很多骑马的戏 其实都是自己上阵 那郑一剑也在拍戏的时候 是险些有些意外发生是吗 差一点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意外 但是不算太严重 算是不错了 因为其实拍动作片 一定会受伤 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谈的 就是看到你没有太严重 没有继续拍 因为我们拍的时间不算太多 不能够停下来 稍微一点点上演 没关系一定要继续了 当然有一些很危险 但是没关系 因为有杨家这样被偶 所以不会发生太大意外 那直接说到郑一剑的这个角色 就是大哥嘛 对不对 所以在戏里面 你要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跟冷静 所以这跟你个人的个性 应该还蛮相似的 对不对 其实我是排第二 我现在电影是当大哥 但是我觉得不单只是我是他们也是 他们很投入 我们才能做得到 真的 这个电影是同一个星才能做到 不是我 我是当大哥 他不理我 我也没有用了 所以我觉得是谢谢他们 林峰啊 他们还没来的演员也是很很齐心的 那这次跟余导演合作感觉怎么样呢 就是他觉得他跟你们之间的那个 是不是就像一个大哥这样子 他是将军 张军哦 但是我跟导演合作很开心 真的他很尊重我们每一个演员 也很照顾我们 他知道演员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拍的时候很辛苦 但是也给我们空间 空间收集很多时间 你可以想清楚 也很尊重我们 比如说我们拍到中段 也是希望把自己的意见告诉导演 当然说我想一想 然后把我们想的换在一起 导演会接受我们的意见 感谢他 因为有一些导演 其实我想到了 我拍我自己 我不管你了 那些导演从来会聆听我们说话 对你而言 你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拍这部戏有辛苦会辛苦吗 那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当然辛苦 但是我觉得蛮大的享受 辛苦的地方就是我们除了拍的时候 我们收集的时候 因为窥杂太重了 我们几个人也是坐在马上收集一下 坐在马上 我们收集的时候 聊天就是坐在马上 不会下来了 这个也是时候天气也很热 但是也不管了 这个也是很辛苦 我们从夏天拍到冷的时候 所以我们经过不同的阶段了 然后那个盔甲就是同样的 每天都那么重对不对 对 夏天不冷 冬天不暖 哦 哦 哈哈哈哈